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Journa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比斯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瓶经济》 《反网报》 好了 今节就讲一下 真是想不到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应该是 西方的一个主流传媒 其实他们都是支持 欧盟 美国 美国更加 被称为是与民主党比较友好的媒体 现在 对欧盟就貌似不多友好 居然要告这个欧盟 原来美国的《纽约时报》 将欧盟委员会告上法庭 理由就是 这个机构 未能公布 他们主席冯德莱恩 和 辉瑞CEO 博拉博士之间的短讯 由于 之前大流行 其实 欧盟和辉瑞之间 有着价值是几十亿欧元的 疫苗的交易 纽约时报就认为 欧盟委员会有公布上述短讯的法律 议梦 以及 一个月底 就发起了这个诉讼 欧盟法院 就是昨天 在他们的网站上 公布了这起诉讼 但是诉讼的详细 是没有办法查阅 因为是进入了司法程序 我相信就是 政治 的一位 博士 他叫做Fenta 他曾经 在公开 这个 访问请求 就是 你 他做了公开信 要求为逢德莱恩 将你和辉瑞CEO的短讯 给我们看 我现在就写一封公开信 叫你公开 但是 欧盟怎么说呢 原来 欧盟监察 专员 奥雷里 在去年的 调查之后就发现 欧盟委员会 并没有 因此 要求逢德莱恩办公室 将这些短讯 找出来的 所以 之前有说到 这些 因为被人感觉 欧盟 道德高地很高的 但是 之前这个欧洲议会 看上去又不是那么关正 现在逢德莱恩 为什么 不肯公开这些短讯 现在不是我们说不行 是纽约时报这份大报纸都说不行 欧盟委员会 负责价值观和 透明度的 副主席 阿瓜 他就说 打 不肯公开 为什么 那些短讯可能删除了 为什么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 打个比喻 如果同样的问题发生在 中国方面 不知道欧盟和那些会怎么说呢 黄梅 细维会怎么说呢 这个我叫欧盟 委员会的 副主席 刚才说 短讯可能删除了 因为 短讯本来 暂时保留 林氏性质 另外 德国报纸 都曾经对欧盟委员会提起一系列的诉讼 要求 他们披露 购买 这个辉瑞 拜英泰科疫苗 以及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相关的 这个文件 虽然 他们的几份 这个请愿书 都是被法院驳回 但是 还拿到一些 和谈判有关的文件 比如 2020年6月以来 电子邮件通讯的内容都有 不过 冯德莱恩和博拉博士之间的 这个短讯 已经是 没有曝光出来的 但是 现在这样说的话 会不会永远都曝光不了 如果删除了 是吧 上个月尾的时候 其实 这个老太社也说过 由于欧洲是 存在着 这个极度 是 叫做疫苗个性的现象 所以欧盟 现在就和辉瑞谈判 打算减少 之前 扣买的 承诺 数量 说起来我就生气 你这样也不捐给非洲 是没有的 宁愿消费也不会捐的 真的 真是坏 是 那之前 这个 英国前首相 白高敦 是工党这个首相 好 根本 很多 这些西方国家 是不道德的 说上去的时候 盗曼岸 盗曼岸 但是 做起来 是啊 我最记得 当时 拜登 那些就快 过期的 疫苗 澳洲叫他拿一些 不行 而且 以前 烂鬼总理 摩总理 美国都要顾及自己的感受 不是 他是个性的 顾及他们国民 他个性的 他都不给你 不给你 所以 都是那个 问题 因为 眼球不够大 非洲 贫穷落后 政治影响力小 如果 是扎尔斯基叫 立即 扣到扣到给他 说真的 澳洲够大了吧 我们以前做懒头侧 经常做懒头侧 为什么又不给疫苗 应急 他知道可以吃你 我觉得是这样 根据双方的 2021年支付合同 其实 原来今年底之前 欧盟还是要买9亿剂 用不用 然后 可以选择额外 再买9亿剂 不过 由于需求下降 所以合同的前9亿剂 还有一半 是未交付的 欧盟也没有打算 再用这个额外的购买权 另外9亿剂就不买了 可能他们在讨论 这个交付延期到2024年下半年 行不行 现在是在讨论的 这个是Politico说的 这个政客网站说的 其实这次我又觉得 《纽约时报》做得对 你说到这么正义 其实你不用担心 不过这么说 如果真的 删出短信 你又耐去什么河呢 是不是 你耐去什么河呢 其实可以去电讯公司那里拿到的 是的 但是先走 电讯公司 如果是欧盟内部 知道了 你知道他们 是的 那当然 这次 看看他怎么样 说回《纽约时报》 事实上 在西方来说 都是 属于一个比较知名的媒体 都很久的日子了 他创办是185年 曾经是拿过130项普纳斯奖 普纳斯奖就被称为 新闻界的 布斯卡 以前他们这么说 比其他任何报纸都多 如果是按照发行量 他们就排全球第18 在美国就排第3 当然他们有时的东西 都是不公道的 因为 有些东西就 好像讲新疆 那些东西 我觉得就 不公道 但是公司公非 如果他真的要敏逢得为因 发生什么事 这样来说 实际上他也有这样的权利 另外 我们说回纽约时报 做过 以前一些不公道的报道 就好像1945年 纽约时报 就在港岛和长崎 你知道了 是做了两个劲的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 他就说 哎 这个都说得 劲的 够胆这么说 在港岛和长崎 这两枚劲的 他说 不会造成任何后遗症 这样都说得出 好 好 好 另外 在2003年5月11号 纽约时报 在头版的 文章当中 就是承认他们旗下的记者 贝利亚多年在 新闻报道当中是造假的 也说这件事件是纽约时报152年来 历史的低点 贝利亚就立即被解雇 纽约时报的 执行总编和常务总编 都是双双辞职的 另外在2004年5月26日 纽约时报 就写文 也是承认 他们在伊拉战争爆发前 的报道 其实是促进了公众对于伊拉战争的误讯 即是 煽动了 记得有些人还说 那些东西是洗衣粉 这真是讽刺 在2014年 几十名人权行动者 在纽约时报发起一场 小规模的抗议 从纽约时报办公室前 游行到 人权观察的总部抗议 评击纽约时报 从人权观察 长期 是至今堕落 担任 美国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的警局 人权观察当然 这个组织 其实 很多时候说话都不公道 反正中国 不处理 新疆事件 新疆事件 这些什么 还有 原来 连那些 人权分子都说 你们经常 亂罵 委内瑞拉抹黑 而且 更加没有谴责美国政府 涉入了 程度不一的 2004年海地政变 还有2009年的 洪都拉斯政变 人权观察 拒绝 派员去接受抗议者的 抗议信 人权观察 整天叫那些 政府部门去接信 他们自己不肯接信 所以 我之前也参加过 某些环保组织 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大麻袖 你知道那些 难听些说 有很多的做数 究竟是不是真的为有人请命呢 好像 欧洲 议会那样 你也是很不干净的 我最记得 他们的 这个欧洲议会副议长 被人拉了 政议长也很加 收了那些礼物 就说我有豁免权不申报 你经常说到自己是道德高地很高的嘛 你这样 说话 难听些说的知名商标 人家 就要用最严格的东西去盯着你 但自己是有豁免权的 我不需要申报的 另外 18年10月24日《楼日时报》 就说美国 前大统领川普先生打电话时 经常被中国间谍偷听 中国外交报 最搞笑的 是川普先生本人都说 是呀 丁河 川普先生都说 是呀 这是假新闻来的 你说 逢不逢 当然 因为《纽约时报》 你可以说 你跟川普先生的关系不好 你跟中国一起玩 这样说也行 反正 是得淡少 另外 在2020年12月 纽约时报 就承认他们一个 以 《不乱国极端组织》 为主题的 播客系列 是不符合 编辑标准的 即是 有些东西是 倒赞下去的 就是这样说 哦 真是假新闻 还有 2011年 Yahoo!新闻 提到美国CDC的 前主任 瑞菲德在接受CNN访问时 他就认为 这个19是来自 最有可能是来自武汉 他就说 即使有人不信 科学家都找到答案 他也说19跟 其他的 一些东西是不同的 似乎在实验室内 是更加 是有效力的 同一天 这个 Fox新闻 频道 就提到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Josh Ringer 批评纽约时报 Ringer就认为纽约时报 对于 CDC前主任的 报道是不够客观 就说 他现在说的证据是不成立的 后来纽约时报就改了标题 当然 之后 他们访问的那些人都是大声说这个没有什么肺炎 我们也说过 一说这个人 就知道他是 基本上是政治立场 什么你就知道 是吧 现在这个 老肖他有些题目都用这个 因为这个题目已经越来越少就很少见到 所以 当然 他这次 他们 坏事也有做过 但这次 叫冯德来恩 澄清一下 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 对吧 其实你就说 我觉得你就说 现在冯德来恩 好像事情都挺多 不知道能不能继续 顶得住 因为 冯德来恩这个人 大家知道 他 又是把道德高地 诶高 而且 也是 有少少稀线怕惡的 他很害怕美国的 是吧 有时说话说得大了 不用担心 扎廉斯基 你进入欧盟 但是 给了一些虚假的 希望 还有就是 不够公道 做人就是不够公道 他们欧盟就是这样 反正 你错了 有时候 有一些事情 看到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的 甚至 国家 地区 原来你们更加不堪 再见 最后 刚才你提及这个 没什么肺炎的 还有另外一个 相当之衰的媒体 字媒体 在 面书上 叫衰新闻 他到现在也是在用的 没什么肺炎 是 所以他特意 跟这个 是 没错 但是 他连办公道他都不愿意 他真的是 完全是 是 展示自己的想法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咱们 再次